哈喽,今天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国际大气谷第三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订阅、按赞、按赞 与此同时可以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以及可以打伤一下我们 大家也记得订阅梁錦祥工作室的Platron 因为我们很多精彩节目都会在Platron那边独家 包括王牌节目《神秘之夜》 另外,今天的节目完结后,大家不要走开 因为今天又是每周一集的《清酒神秘学》 但今集就会很重要,今天讲什么呢?台长 那是讲一个预感的词典 举个例子,你突然切了手指,代表好还是不好呢? 我事先说明了,我昨天是不见了银包的 你昨天有些特别的事情,你找我 你先说这个预感 我昨天无厉害地出了街后发觉完,不见了银包 有提款卡,有提款卡,什么差事都不见了 那司徒文聚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想问他什么 他突然间的心跳一跳 他说好像感觉到我有点事 是不是有这类似的事件 是啊,我昨天就是突然间的心 在街上走一走一走 因为我可以有时感应到身边 我自己熟悉的人,例如家人 那些兄弟 我感应到,我即时就直接电话 想打电话给我,我就没听 其实对上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2012年 我突然间 有一天我在赌场吧 我就打给你,我说 你发觉空气好像压了下来 我直接跟你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像身边的空气在收缩 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昨天又是来 然后打给你 之后你的电话没听到 后来你回覆我 你说你掉了些东西 然后就是这样 但是没有财物损失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节目是讲预感 这个牵涉了一些 所谓的超自然的现象 介绍完之后 可以讲讲今天第三个题目 因为实际上 台长,给我一些时间 先讲一下 清早神秘学 大家一定要去瑞德堂 支持我们的主持 Lawrence 推出了这个母亲节的套餐 大家去听清早神秘学之余 记得支持 这个母亲节套餐有什么呢 就是有玫瑰花的纯米大淫药一支 其次有一个很好吃的 咖喱和根腩 还有鸡鱼肝 还有鲸鱼肝 用一个超级特价来推出 大家记得联络瑞德堂 在讲Lawrence 这一节 这一节 今天整个节目 最重要的三项的新闻 比较严重 但是大家都要留心 其一 刚刚公布了 美国国务卿 将在星期四 会发表 拜登政府的对话政策 他们说 其实在特朗普之后 他们都重新调整过对华的政策 之前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 他是华裔 名字不是翻译 他真的叫戴琪 他说 美国有可能 就是会考虑对中国关税 是会减少 征收 原因很简单 就是美国现在的通胀相当之严重 那中国贸易 如果继续维持是比较便宜 或者是比较适合美国的消费者 如果关税减轻的话 又可能是减轻美国的通胀压力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能够排除 但是对华的强硬 事实上这个也会维持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周四 布林肯他去 宣布了一个整套的拜登的对华政策 好了 真真正确重要的新闻是哪两个呢 在昨晚呢 CNN和美国其他的传媒 都报道了一个消息的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这个判词对一宗案的判词是漏了出来 是泄漏了出来 那这个判词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究竟美国的堕胎 是不是法 首先要讲这个问题呢 根据美国的很多不同的州 就是那个state 他们有自己的法例 以前有些州份呢 他们是不给堕胎的 那这些妇女如果想堕胎 他们就要过了其他的 没有这个限制的省份 又或者甚至加拿大 但是如果这个情况呢 这个情况其实在七八十年代 其实已经有改变了 因为打开了很著名的案件 去到雪糕法院就判了 那个妇女本身有那个堕胎的权利 那理论上呢 这个堕胎的权利在很多国家 包括比如说 比如说平权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同性恋 同性恋的婚姻 甚至这些跨性别 这些在很多国家 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平权的状态 那这次呢 似乎是给到美国一些主流传媒 有一个挺大的震动 就是他们没有估计到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全部都很极端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权威 已经受到质疑了 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很中立的 就是我只能够说 就是很多世界 其他不同的地方呢 都有一个 就是用了一些妇女堕胎的权利在那里 那现在这个似乎 在美国人来说 是一个倒退 但是我们关心就是这个 最关心的就是 这个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这个决定 就是如果它真的公布的时候了 会引起美国什么社会的动荡呢 那它支持那些妇女堕胎的权利 一定是很多妇女走日出来的 甚至男性都会走日出来的 而 就是去反对堕胎的州份 一定会重新立法 就是说禁止那个堕胎的情况 事实上有些共和党掌控 就是控制了的州份 都蠢蠢欲动的了 再重新 我们不是关心那些妇女 就是 就是有没有美国妇女 是否堕胎 而是说整个美国的政治的 权力分布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 最高法院的判决呢 而出现 就是一个变化 以至到影响着年中 年底 11月那个美国中期 就是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呢 就是如果这个情况是出现的话 就是我举个例子 譬如突然间 到了六月 那个时候 就美国出现大规模的 这个示威的活动 是不是 和这些州份 他们立法是禁止了堕胎 那美国那个政治的形势 会不会急剧改变呢 这个是我现在观察着的 我不敢说马上有 但是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 因为它会影响到其他很多东西 特别是对华政策 对乌克兰 就是对乌克兰 那个情况 因为对华政策 如果是共和党掌权的话 一定是比现在 这个情况更加辣的 如果是对乌克兰 那个情况 如果是去到 就是共和党执政的话 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变化 所以这个不是纯粹说美国内政问题 因为哪个政党掌权呢 现在去到一个很意识形态的阶段 就是可能民主党做过的事情 共和党要推倒重来 是不是 而共和党做了的事情 民主党如果他掌权的话 他又会推倒重来 如果含有这样的状态呢 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 以至其他的问题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好了 到最尾了 就是普京 如果他在5月9日宣战 对国家宣战的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宣战 因为后面的潜台是俄罗斯会动员的 那这个动员究竟是怎样呢 我以前也说过 美国在这个越战的时候呢 他是走这个精兵制的 是征求的征 就是换言之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例如你19岁 那你就有义务要参战 是吧 你参战可能他要做很多试试 看你是适合做一些 行先死先 还是要做一些比较知识性的工作 但anyway就是人人都有一个风险去参战 而美国在越战最高峰的时候 在越战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跑了50多万 接近60万军队去越南 当其实引起了美国的这个年轻人 很大的反战的情绪 日后呢 美国吸收了这个教训 国防部 他就行这个务兵制 如果是打一份工 你想当兵的 那你就去主动去参加去认证 那他也会招募的 他是招募 但是不是征 就是不是说你一又到某个年纪 年龄呢 你就有义务要复兵营 这样 那这个是舒缓了很大的反战的情绪 所以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有些的 就是左膠 都还是想搞一些反战 但是完全是没有那个 影响力的 那很明显的 如果你美国仍然行这个务兵制 其实美国的反战活动 一定不会升势的 但是现在俄罗斯要走回 如果要动员 就是国家动员的话 那必然有很多年轻 就是俄罗斯的年轻人 要上战场 那他们上战场 是不是可以打呢 这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昨天也提过 他想在摩尔多亚那里 就开了一个新战 就是在南部那边 他开了一个新战 那如果芬兰 都在正如传说那样 在下两个星期 要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话 他北部也有一条战线 那这个宣战的行为 我相信是基于 就是他要开辟多条战线 但是如果现在的兵 是完全弹不到那个要求的 但是问题就是 新入五的俄兵 俄罗斯年轻人 他能不能適应那个战场的 残陋的情况呢 如果你看现在那个俄罗斯国内 支持普京的人是很多的 甚至其中一个骨幹是年轻人 但是你叫他真的打 真的拿着枪上去打 而随时没有这个被杀的危险呢 那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做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来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普京去到这一步呢 我相信他是一个孤住一宅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向国人宣战的话 那正式最后一场战争了 那战争的结果你要承担的嘛 现在不是说一个特殊的军事行动 特殊的军事行动是 我可以自言其说 这个军事行动呢 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了 但是全国动员的话呢 这个是一场正式的战争来的了 那接着这个战果是怎样呢 就不论到你自己口处官说 我们已经打赢了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一天我 一天这个挖 那个不肯投降的话 其实你都不赢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决定 但是普京到这一步都做呢 那可能说了 这个已经是走到最后一步了 那走到最后一步 那当然有很多绝招了 其中一个绝招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呢 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大杀伤力武器 叫海神号核子无人机 那这个无人机是海底来的 原来这个核子无人机一爆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海啸 就会将这个英国的整个英伦这个岛 将它掩抹了 那现在传说有这个 要引起海啸 会引起这个 所以这个普京这些杀雀呢 大家不要吊意轻心啊 他说到这么大呢 如果只有小部分都是真真了 那欧洲的前途就很堪如 在我们做节目期间 就是欧洲的 这个欧盟的一位高层 他已经说了 就现在决定了 就是禁止俄罗斯的油 就是购买俄斯的油 那这件事都糾纏了很久了 其中有一些呢 就是在那阻止地球转的 就是例如匈牙利 其他呢 就是介乎于 就是买与不买之间就是德国 但是实际上都买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不买的话 那经济马上陷入太原下 但是问题就是俄罗斯 现在这种 就是说以石油作为一个 要求的武器 那已经也都行到尽了 因为为什么呢 就算我给你这一局搞定了 现在是夏天 那个耗油量应该就 就是在欧洲来说 相对比较低 在这个期间就算买 欧洲也都会 是在想着 就是怎样去在年底之前呢 他们会找一些的提到的方法 避免呢 在年底的时候 被俄罗斯捏住那个春袋 那长远来说 就是他们一定要 就是就是 就是解除了这件事 那事实际上 譬如波兰那些 现在都不买的了 就算怎么摸街法都不买的了 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欧洲那个通胀率是 爆发很紧 现在传说在法国呢 就已经在那个市民 法国人呢 现在在抢购着 就是抢购着 我想可能有些部分 已经好像类似中国的情况 就是抢购着这些 就是超市里面的食品的 那如果在法国那边呢 就是听众听着这个节目呢 麻烦你报一报 就是法国 特别是巴黎 那个状况给我们听一下 我们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好像传说中呢 就是那个食物的抢购那么严重 那在波兰我们也收到了 波兰呢 即使在西部那边呢 都感受到的 那个难民的情况 就是成三百多四百万难民 就在波兰那边 那住屋啊 那方面都引起一些的紧张 那但是这些人呢 就是到一定时间 我相信他们都会回到乌克兰那里的 那所以呢 就是乌克兰那个抵抗俄罗斯的 入侵的意志是相当之强的 这场仗 这场仗不会说简单到就是 现在俄罗斯可以派军队 就是说三四十万 因为征召到俄罗斯年轻人上战场 就会投降 就会继续跟你打的 所以即使东部那边 就算有一些的城市 陷入了俄军的控制之下 那俄军是不是可以单靠这个 这样的控制 去对国内表示 就是他已经赢了这场战争呢 我相信是不能够的 一定要有一个很压倒性的战果 俄罗斯人才收货的 如果需要战的话 所以我普京是走一个 相当之危险的地步 那我想到这个礼拜之内呢 其实那个情况是相当之关键的 就是说会不会爆发一场很大型的战争呢 就是因为其他的国家 他们都受到威胁的 举个例子刚才我提到的 那个海神的 这个核子海底的无人机 如果他进行一个 引起海啸的行动的效果 那英国一定要参战的 那如果英国要打 那怎么打呢 其他的欧洲欧盟 就是这个北约的成员 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呢 因为现在我感觉普京那个状态呢 他是在闹着北约打的 不是说现在乌克兰 是在闹着整个北约要参战的 因为如果北约要参加那场战争呢 俄罗斯的国家动员呢 就很合理的 因为现在不是乌克兰欺负我们 是整个北约整个西方欺负我们 那我们当然要总动员 就很正如当年 这个纳粹德国入侵俄罗斯 虽然现在没有入侵 但是整个整个集团 整个欧洲西方集团 要围堵我们 甚至要把我们解体 如果有这种宣传的效果呢 俄罗斯的年轻人呢 他们都是在心急问题上战场 但是这一天 只是这个乌克兰的话呢 他们想前战打 就未必有那种效果的 好 文章人 这个呢 我们今个星期要密切留意 那这一战我们有没有 就是你有没有其他问题 需要补充 或者你可以问一问的 哦 这个问题就是呢 今天呢 我们有些技术故障 那距离我们正常出节目的时间呢 现在呢 是剩下20分钟的 所以呢 有什么问题都好呢 我想要明天再打包了 如果不是第一战都出不及了 我们要解释一下 今天呢 就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其他活动 那不怕就说了 我去拜神 拜神的地方呢 都是我以往没去过的 其中一样的就是什么呢 拜什么呢 就是免除是非 哈哈哈 你说你帮我拜健康也不行 我的骨子裂了 真是很麻烦的 哎呀 喂 拜神不可以找人跟你拜的 你以为你真是 现在你不要虚言 你这些真的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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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不诚心啊 我今天真的很诚心去拜神的 希望 我也有帮其他这些兄弟去拜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求自己的健康呢 那你自己要诚心一些些 认真一些些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明天回来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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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神 Host 收看 梁丹长的饮食世界第一集 跟大家见面 今天呢我们来到呢 就是这个旺角女人街 一间叫做火之神食店 好 那这间食市呢 就是zus订得地方是小小的 那么我呢就做足这个防毒措施的 那那为什么由做足呢 就是虽然我就不耽�를抱手 manga但是室内面只是我有个客戈而已 这家火之神是以和食和洋食Fusion作为卖点 今天老板特别为我做了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式 这是鲸鱼汤底的海鲜汤 海鲜粥配饺子 另外一个小食是炸鸡翅 我首先试一试这个汤底 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食相未必好看 大家看到一拔出来有辣爪鱼 相当鲜味 再加上鲸鱼 应该混合一起试一下 鲜味一流 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饮食节目了 所以再做了这个枝华士 大家不要怪我了 每天早上都要兑一匹 这枝是正的 火定 接着就试下这个小食 这个就是鸡翼 我们加一点沙鱼醬 在上面 哇 里面咬出来有汁的 很滑 很鲜味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影片 食肆大动 引起这个食育 就记得 在六点之前 不要六点之后 就来到这个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去食肆 帮顺一下 就帮这些食肆去制造一个口碑 让大家知道 其实香港有很多美食 多谢各位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 司徒文俊频道